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白苑英文,我是崇佑北老师。 有同学问我说,学英文看什么书好呢?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玩,滑手机太无聊,还是看书好玩。 我今天想跟各位介绍这本,The Old Man and the Sea,老人与海。 这本大家有可能已经听说过,因为还,其实还蛮有名。 可是我们学英文,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生错误,我们会略过很有名的书。 因为我们会,我们学外语,我们都是想要找简单的一些内容,可以让我们慢慢学起来,对不对? 那我们就会以为,很伟大的作品,或者是每一代传下去给下一代的这种,有持续影响的这种故事,可能是很进解。 里面的文字可能太多,我们可能会看不懂。 所以我们就根本不会看。 那其实大部分非常有名的书,应该就会符合这个模式。 可是海明威的作品,包括这个Old Man and the Sea,应该可以算是例外。 其实我觉得大家看这本学英文的一个好处是,里面的语言简单,而且可以让我们慢慢爱上英文这个语言。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,里面应该只有一个生词,就是skiff,一个小小很轻的一个小船。 除了这个生词之外,应该没有什么生词吧?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整个主角是谁,他的生活条件,他现在面对什么问题,我们全部都百分百清楚。 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开始看。 那记得学英文,到百院线上英文家教。 拜拜。